这激光管装好了之后 咱们认识一下 这是第一反射镜 离激光管最近的这是一反 我们简称一反 然后X的轴最左侧 这是第二反射镜 我们简称二反 激光头这 激光头这我们简称是三反 这是第三反射镜 首先机器打开了之后 好 机器打开了之后 我们把外轴开到最后面 最后面 就是外轴离激光管最近的端 我们把激光头停在最后边 然后按点设 这上面放一个双面胶 好 以后边这个点 以后边这个点为基准 我们把它开到最前端 以后边这个点为基准 把它开到最前端 我们再按一下点式键 看这两个点在不在一起 如果是不在一起 没有冲合的话 这时候需要调节第一反射镜 第一反射镜后边这三个螺丝 这个是调前后的前后片如果是第二个点前后片的话就要调这个 然后如果是上下片的话就调这个调上下 那这个是斜柱 斜柱这两个螺丝的 是调斜度的 前后调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开到中间 然后 再沾一层双面胶 挑X轴 把X轴 把这个激光头开到最左侧 按下点式 以这个点为基准 然后再把它开到最右边 再打一下点 如果是这个两个点不冲合的话需要把它调至冲合 把它调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调至和最左侧这个第一个点冲合 这时候调节的话就调 第二反射镜后边这三个螺丝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这个是调前后 这个上下 这个是斜45度扶住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都打到一个点 整个幅面都打在一个点上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点是不是在这个圆孔的中心 现在是这个点是在中心 如果是前后偏的话 前后偏的话 需要调节 这个拉板 二反最下面这个拉板 或者两个螺丝松掉 然后靠前或者靠后 然后调好之后 再固定上就可以了 然后再重复 X轴的调光步骤 如果是 咱们调整个幅面这个打的一个点 那个重合的点 如果是靠的是上 或者靠下的话 这需要调节 激光管右侧这个支架 站在机后面的话 是右边右边这个支架 这两个螺丝松掉 然后旋转下面这个螺母 它会这个激光管会上下 调节了这个上下了之后 我们要重复X轴和Y轴的操作 去调光 然后调完了之后 把这个锁住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我们会发现 最后调完了这个点 会必须要在这个圆的中心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调第三反射镜 第三反射镜是 用一个双面胶 粘在这个抽光口 抽光口的最下侧 这时候按下点射键 看一下这个点 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中心 如果不在的话 就调节第三反射镜 上面的三个螺丝 这个调前后的 这个调左右 这个调协助辅助作用 这样就可以了 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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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